来我们现在讲第974个点 我走着去上学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就是走着去某地 我们用walk to加地点 那么walk是什么词呢 它是一个动词 walk to加地点 就是走着去某地 那你看 我走着去上学 I walk to school 这里面主语是我 所以我们讲过一句话 叫做缺动词补动词 所以walk号码 我们接to 直接接地点就可以 第975个点 让大家写出 974的同一句 刚才这个walk是动词 对吧 我们现在要写出 借此段语 那就是on foot 缺动词补动词 不缺动词补借词 on foot 借词 所以说 你这个动词是干嘛的呀 做位 如果你这个位 已经有词了 I go to school 那么你不缺动词 你就要补借词 所以在这里面 什么时候 填动词呢 当位语 不分钟 出现空的时候 你就补动词 什么叫 不缺动词 补借词呢 已经有位语了 你就不能再写动词了 明白吧 那你写什么呀 借词呗 不缺动词 不借词 on foot 而且你这个借词后面 应该写的是 名词的原形 说老师两只脚走路 那你得用单数 这块一定要注意 on 你这个foot 是单数 千万别用复数 on 这块一定要注意看 976个点 我穿着一件毛衣 穿着 它是一个延续动词 表示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用wear wear有一个同一词 就是避印 穿着 表状态 什么叫穿着呀 它可以是一个延续动词 比如说 你整天穿着一件毛衣 这不就是延续动词吗 I wear a sweater 翻译成中文就是 我穿着一件毛衣 这个是一个延续动词 从你衣服穿到身上 到再次脱下这段时间 都叫穿着 你可以转换成 I am in a sweater 也是我穿着一件毛衣 977个点 它有长头发 那么这个长头发 是人的局部特征 人体特征分整体和局部 什么叫整体特征 就是你的高矮胖瘦 这是整体特征 什么叫局部特征 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 那么表示局部特征 我们用have或者是has 你看 他有长头发 he has long hair hair为啥不加s 因为不可数 他有长头发 可以写成 他是一个长头发的男孩 he is a boy 这是主细表结构 主细表 然后长头发的男孩 是属于介词短语 做后置定律 来修饰这个男孩 而人体的外贸特征 我们这个介词短语 必凶利子 什么样的鼻子啊 什么样的眼睛啊 什么样的耳朵呀 等等 都用利子 978个点 太阳出来了 出来 come out 重点辞助 不挤舞动词 什么叫不挤舞动词啊 不结冰语呗 不结冰语 意思很完整 他还可以表示 出版 发行 上映 花开 都是come out 那你看 太阳出来了 主语是太阳 为啥加得 因为是独一无二的 太阳出来了 是过去诗 come的过去诗是 came out 979个考点 这本书 1964年出版 1964年出版 首先我们知道 come out 有出版 发行 上映的意思 它也是一个 不习无动词 它的主语就是物 这点大家注意 所以说你不用被动语泰 因为出版 发行 上映的主语就是物 所以大家不用往被动语泰的考虑 有些动词它的主语本来就是物 不一定非得都是人 这点大家注意 所以这本书在1964年出版 那肯定是过去诗啊 主语是这本书 然后出版 发行 上映 十位语 这是时间状语 1964年 1964年 肯定是过去诗啊 对吧 980个点 花开 come out 也是一个不习无动词 它的主语是花 the flowers 然后呢 花开了 过去是 什么呀 come out 所以说你关于这个come out 是我们考试必备的点 你就记住 出来 太阳出来 出版啊 发行啊 上映啊 花开啊 都是这个词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起无动词 而且它的主语不是人 而是物 这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啊 一定要注意 这是我们第980个点 然后往下 嗯 我们看 第981个点 啊 第981个点 嗯 嗯 我很担心你啊 这个点可是非常重要了 那么它涉及到咱们一个 避讳点 就是担心 让你写出两个统一句 为什么能写出两个统一句呢 因为英语中有两个担心 第一个是什么 worry about worry 此性 动词 第二个 be worried about worried 此性 形容词 放在be动词之后 它们之间相等 你这是动词词主 这也是 只不过在你这个动词词主中 所出现的是 担心的形容词 我担心你 I worry about you I worry about you 我担心你 等于什么 I'm worried about you 完全相等 这个点如果你会的话 转换成同一句 太简单了 worry about 等于be worried about 注意这两个词性的不同 注意这两个词性的不同 要了解这个单词的词性和考点 否则你不会用 你背在干啥呀 第一个动词 让某人惊奇 something surprised somebody 某事让某人惊奇 这不就是动词吗 第二 形容词两个 surprised surprising 一个异地结尾的 一个ing结尾的 异地结尾修饰人 ing结尾修饰物 一般情况下 都是这个规律 你像relaxing relaxed exciting excited 好多这类的 异地修饰人 ing修饰物 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第三 名词 surprise true once surprise 让某人惊奇的是 这是一个固定句型 固定词主 这个once 代表着行物带 或者是所有歌 代词就是行物带 名词就是所有歌 还有一个 insurprise 印加名词 惊奇的 这个可是放在具首的 啊 同学们 这个可是放在具首的 这个可是放在具首的 它相当于一个副词使用 相当于副词使用 修饰谁 修饰动词 大家注意 看吧 这个消息让我很吃惊 主语是这个消息 news 然后位语是surprise的 这是过去式啊 surprise me 过去式和形容词长得一样 所以说你要分析 它是过去式啊 还是形容词啊 the news made me surprised 这个消息让我很吃惊 make加宾语 加形容词做宾补 谁吃惊 我吃惊 你这是宾语补足语 也就是宾补 因为吃惊的人是我 所以说这个词 他俩之间是相等的 但你在这句话当中 你用到的是动词 而你在这句话当中 你用到的是形容词 一样吗 不一样 983个点 这个消息是惊人的 来 考点 惊人的 咋说呀 那么这个消息是惊人的 你这不修饰物吗 所以是 B动词 加形容词 做表语 所以这句话是一个 主 细 表 结构 你看 the news是主语 这是系动词 这是表语 the news is surprising 这个消息是惊人的 修饰物 我们用ing结尾的 形容词 984个点 让我惊奇的是 他获奖了 让我惊奇的是 非常重要 获奖了 更重要 这句话 两大考虑 首先我们知道 让某人惊奇的是 我刚讲完 to once surprise to once surprise 获奖 win a prize 获奖用win 这是一个固定词住 win a prize 记住啊 有没有吧 980个点 他惊奇的 看了看我 来 惊奇的 修饰看的 那肯定是 腹袖动啊 看谁 看我 有逼语 而鲁客是 不及物动词 接不了 避语 想接避语 用戒词连 为什么 鲁客是 动词不能 戒避语 但戒词 可以戒避语 look at look at somebody 看某人 看某人 看某物 怎么看 惊奇的 借词加名词 这不就是一个词主吗 惊奇的吗 he looked at me 他惊奇的看着我 主语 谓语 编语 借词加名词 老师不说了吗 借词加名词 相当于副词用 修是谁 修是 looked 他怎么看着我呀 惊奇的 过去史 为啥呀 因为一般现在是 表示经常性的 习惯性的动作 谁能天天看你呀 所以他只是表示一个 一次性的 过去的动作 同学们注意 而且你那个 借词加名词 相当于副词用 你要放在句位 不要放在句中 986个点 他同意我的观点 同意某人的观点 agree with somebody 等于什么 等于be in agreement with somebody 这个可是太重要了 也就是说 同意这一个动词 可以转换成一个动词次主 背下来 没有什么办法 be in agreement 你这是动词 你这是名词 agree的名词是加mint agree be in agreement 等于agree 你接人用位子 那么这个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 你动词也好 动词次主也好 接人都是位子 他同意我的观点 he agreed with me he was agreement with me 不得加个印吗 he was in agreement with me 因为你在进行统一句转换的时候 你应该和上句的时态保持一致 你上句话不是用过去时了吗 那你下一句也得用过去时 你这里用过去时了 你这里也用过去时 你上下句应该保持时态的 绝对的一致 明白了吗 987个点 他决定离开 同一句 decide to do something 决定做某事 to do 这个是决定的动词 他也可以转换成一个同一句 什么呢 make a decision to do something 你这个就是名词 de c i d e decide 转换成名词 把de 这两个字母 换成 s i o n 没有什么规律 所以呢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decide和decedent的转换 是最愿意考的 为啥 他容易错 这个名词不好写 后面这动词 仍然是 to do something decide to do something 等于 make a decision to do something 所以 他决定离开 那么这句话 什么是他 过去时 过去时 所以 decided he decided to live 其实你这不是 非为语吗 一句话中 可以有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多个动词 但是大家记住 只有第一个动词 是谓语 其他的 都是非谓语动词 你一句话 想变 人称啊 实态啊 只能变谓语 不能变非谓语 所以说 它是一个 非谓语 to live 你变过去时 只能变谓语动词 和非谓语 没关 然后我们转换成 he decided to live 等于什么 he made a decision to live 把它转换成 同一词 也是一样的 把谓语动词 改成过去时 其他部分 你就不能改了 还是非谓语 decide 等于make a decision 过去时 过去时 这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 同一句的转换 很重要 啊 很重要 同学们啊 这是我们第987个点 大家注意去 巩固和复习